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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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多人會覺得 你視障者 比如說他會覺得說 你走路是很危險的 你轉帳這不是很危險的 你做這些事情 先把你貼了一個標籤 你做這些事情是危險的 你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這幾年這個智慧型手機 真的讓視障朋友的生活 改變了非常的多 在聊天 在休閒 各方面取得資訊 再查資料 甚至說導航 這方面各個方面 我們都可以靠手機 先讓我們的生活 可以過得越來越好 但是財務的這一塊 突然被排除掉了 登入已瀏覽台北福光銀行 視障友善服務專區 就是在開啟雲的狀況 點開這個APP的時候 他就發現你是一個視障者 登入帳號密碼之後 他就是把你引導到一個 所謂的友善無障礙的一個版本 以郵局來說 我們就只能夠查帳 那其他的功能完全都消失了 一般人會把我們 預設成你的沒有能力 就是我們好像是一個 一個弱勢族群 就很容易被人家欺騙的狀況 視障者當然不會是只有 需要查自己的帳戶 也還是需要用到一些其他的 比如說定存 不只是查匯率 也要可以購買一些外幣 甚至說比如貸款的需求 他也可以在上面 很清楚的看到這些資訊 這些功能都可以很正常 讓我們使用 那其實視障朋友的這個 經濟的獨立性 其實更完整 視障朋友其實也都可以自己 上上下班 我走在路上的時候 我可能會聽車流聲 然後會聽店家的聲音 聲音是有方向的 像一般的路口 像我們這樣聽到 車流聲就知道 這是應該是綠燈 可是現在這邊的話 不是 要等到左邊的車子也不見了 我們只會知道那是綠燈 只要肯學習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是可以突破的 不見得都要 就是初出揚來別人 等於是我完全可以 為我自己主折 我要為我自己 下半輩子養老的這個階段 或者我自己的醫療 我自己的這個投資組合 我可以自己做決定 我覺得 每次要請求別人幫忙 這是一件 很不喜歡的事情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他們其實 在我來說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 那他們也需要 有他們自己的生活 大家可以一起過生活 但是 我們要成為一個 家裡的一個成員 但是不是家裡的一個負擔 每個人都不知道